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二点 这个病目前在全球的患病人数来说是排第一位的 所以我的问题来了 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疾病呢 来 3 2 1 请抢答 我知道 我知道 王老师抢答了 你说这个题目太好了 这个疾病是非常时髦的一个病 很时髦的病 对 过去老年人得 现在年轻人也跟着得 我是刚刚知道了 我们现在国家的这个过去印度第一 现在我们排在第一了 很重要 到底什么病啊 我们都等着听答案呢 其实我也知道了 糖尿病呗 糖尿病 我上研究生时候的一个导师呢 跟陈老来关系非常好 今年也90多岁了 叫做郭承杰教授 当时呢就是说我告诉他 我说我还想深造 我们过来说说那你要选一个大甲 我说选大甲 好 当时呢我就想谁是大甲了 他说你本想了 陈兴隆 那您对陈老的第一印象是什么 我记得我上第一节课的时候呢 就学了一个字 就一个字 对 这个字呢我现在可以写给大家看看 看大家认识不认识 我们现场准备了这个笔墨纸业 我们请王教授给我们写写 陈老的第一节课写了什么 就这么一个字 完了 完了 就这么一个字 很简单就这么一个字 就这么一个字 对 不是人这是字 但是我觉得这个字 应该是病入膏肓的意思 这个字是病入膏肓的意思 我小时候背过字典 自认为这个认字还可以 当时陈老写了这个字以后呢 真是一下子给闷了 我想拆都没什么拆去 其实大家今天认识一个字 唐尿病一个关键问题就解决了 你看 它这个病字旁 里面还是个字 还是个单 这个单字什么意思呢 收文解字里讲 就是多骨 骨是什么 骨就是古代粮食的总称 那么多骨而病 什么病呢 单病 那么单病呢 现在呢 就是我们说糖尿病 那么大家想想 那么糖尿病是不是由于吃得多 能量过剩导致的 所以陈老就讲这么一个字 把一个重要的一个意义讲出来了 而且呢 把一个古代糖尿病的一个病名考 这个系列讲出来了 我经常听医生说 这个糖尿病是代谢疾病 其实在中医当中的话 应该是五脏六腑共同协调作用之下 可能不太和谐 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对 你总结得特别对 是这样的 其实这个古人也总结了 这个问题呢 其实在很早以前呢 我们知道中国有个皇帝吧 皇帝很困惑 他说什么样的人容易得糖尿病呢 后来他就问他的一个大臣 这大臣呢 也是一个著名的医生 这医生呢 名字叫少叔 少叔呢就回答他了 叫五脏皆柔弱者 善病消丹 皇帝就说了 他说 我怎么能知道这个人 五脏柔弱不柔弱呢 当时也没什么检查 当时呢 少叔呢 又回答皇帝一句 他说是 夫柔弱者 其必刚强多怒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你看 看着这个人啊 就是说这个 性格比较刚强 发脾气 脾气不好的人啊 往往表现为了 他这个内脏 他的里边 是虚的 不实 历史上有很多的一些名人 他得的病呢 都是与唐教军有关系的 比如说呢 叫 鸿门宴的时候呢 一个 项羽的一个最大一个大臣 叫做范增 他是那个 项羽把他尊身雅富 雅富就是这种人 雅富你看着就是很强壮 但是呢 这个脾气的很暴躁 以鸿门宴大家都看过吧 鸿门宴 鸿门宴说是 这个到了这个 打荡了咸阳附近以后呢 雅富害怕将来 刘邦跟项羽争夺天下 所以呢 建议项羽把刘邦呢 在这个宴会上杀掉 但是呢 这个项羽呢 心软没有杀 没有杀就没有杀呗 你回头再找机会杀也可以啊 但是呢这个雅富就 气愤得不得了 又是喊又是叫的 最后是把这个 刘邦送给他的一个玉佩 人脑地下拿了个剑 就给他披身两半 就这么一个脾气 我们实际记载他呀 雅富反正呀 脾气就是经常发火 后来呢 得了一个什么病呢 叫做这个 拘发背而死 拘发背而死 对 没理解错的话 应该是背上生疮 对 生了个疮 溃烂 对 会感染 这个呢 大家就是说 我们现在这个 糖尿病呢 也就是经常会有一个 常见的病发症 就是有一个小笼包呀 这个小窗呀 你得要注意 这个 我们有个成语呢 叫做这个 养用医患 就不要养用医患 起早地去处理 据说糖尿病人 如果是比如说 有一些小小的创口的话 不太容易愈合 是这个意思 比较容易感染 对 好 原来明白了 归根结底呢 这个五脏皆柔弱 其实是可以从一个人的脾气看出来的 我们经常会说 这个人外强中肝 表面看起来 这个很大的脾气 或者是很强悍 但其实可能是脏腑之间并不和谐 可能是比较虚的一个表现 王洪才提示 糖尿病患者 五脏比较柔弱 而五脏柔弱者 容易急躁 腾老当时就提出 他的一个经典的语录 就强调这个治疗 这个糖尿病的时候 如果出现了五脏都病的情况 比如你看到 后面这句话 叫五脏弱结病 本已先后天 五脏吧 人体的干心 皮肺肾 如果都出现了问题 怎么办呢 我们总得去找一个主要矛盾呢 为切入点 对 找到这个切入点在哪呢 就找它的先天和后天 皮呢 叫做后天之本 肾称为叫先天之本 所以我们就从 比肾两脏入手 选了一组血位来治疗 一个是皮疏 一个是肾疏 大家一定很想知道 这两个重要的血位在哪 建议呢 在家里收看我们节目的观众呢 可以认真地看一下 在您身边的人身上 找一找这两个血位 然后互相来治疗一下 现场你就我来 来 您来在我背上找一找 首先呢 这两个血位 都在膀胱经的 这个 都在人体的背部 膀胱经的第一侧线上 我们怎么找第一侧线 就是让你自然直立的情况下 自然直立 上臂自然下垂 这时候我们可以摸到肩胛骨 你太瘦了 这个很明显 穿着衣服都可以看到 你的肩胛骨 在肩胛骨的内侧端 这个位置 从这个位置到你的后背部 正中线 你的衣服穿得真好 后边还有一条缝 谢谢您的表扬 这条缝 接缝的位置 正好是我们的督脉 就假装它是督脉吧 那么从肩胛骨的内侧端 到督脉之间 这段距离啊 我们称为三寸 取它的一半的位置 再画一条纵线 所有的背书屑 都在这条纵线上 那么我们在讲 这个背书屑的时候 以前我们都这么背 我可以给你背一背 这很多穴位 第一大柱二封门 三锥废书四绝音 心五都六格书七 九干尺展紫细分 十一匹书十二位 十三三胶十四肾 我们先鼓掌啊 说得太好 儿哥 有一个顺口溜出来了 下次您说慢点 然后您接着找找这个 对 所以这里 我们看最后两句 就是提到了匹书和肾书 那么匹呢 是十一 就是人体的胸椎的 第十一胸椎 急凸下 旁开刚才我们那条纵线上 那么肾书呢 是十四 也就是第二腰椎的极度下 那么从十一到十四 大家可能都摸不出来 怎么办 有一个特别简单的方法 可以找 我们吸气 你直立 吸气 我们可以找到你的肋骨 就是我们身体的肋骨的下缘 在侧面 身体肋骨的下缘 肋骨的下缘 大家找找看啊 对 你看直立的时候 机会难得 我们找 我用自己的手啊 这么用这个小指这一侧放在这儿 你看这儿都是硬的 到下边这儿变软了 吸气的时候 这个地方非常明显 有个骨棱 这就是我们肋骨的侧面的下缘 从这儿画水平线 来 您在我身上这样看得比较清楚 从这儿 我们画水平 这是它的肋骨的下缘 画水平连线 你看我画出一条线 这条线和刚才肩胛骨的内侧缘 和后背部正中线之间的中线 焦点的这个位置 焦点的位置 这就是我们的肾梳 这是肾梳 肾梳是第十四锥 就是第二腰锥 往上数三个锥体 这是凹陷嘛 往上一 二 三 到第十一锥的下边 这就是脾梳 所以脾梳 肾梳 这样相对 好 谢谢 谢谢 谢谢程博士 谢谢 程凯提讯 五脏柔弱者 应从脾 肾 两脏入手之了 脾梳和肾梳是基本学位 刚才在我背上 找这两个重要的学位 我就有一个感受 我觉得这是自己很难操作的 一定要身边有一个人特别明白 或者是家里有人懂这个 当然自己很难找到 是 这个也没关系 这个城市针灸的招数多着呢 前面仍然有两个很重要的学位 跟他对应的在前面也可以 也也 那么今天我要告诉大家的话 很可能不到一分钟就讲完了 当年我找这两个学位 我学这两个学位 或者程老教我这两个学位的时候 用了半年时间 半年的时间 对 有一次程老就问我 他说你搞糖尿病 那么古人是怎么治疗糖尿病的 最早的古人是用什么学位 什么方法治疗糖尿病的 一问我 当时还不知道 把您问住了 但是我没敢说我不知道 我说我忘了 我忘了 那程老又忘了 学生一般都这么说 老师我忘了 回去查查书去 回去查查书去 或者是检查作业 我没带都在家里 后来呢 但是你忘了 程老又有一招 他说那我再问你 叫做继承创新什么意思 你知道不知道 我说这知道啊 那是我们这个 发展中医的两个原则 继承创新 继承创新 程老说是 我看你不一定知道 你要知道的话 我刚才问你问题 你一定能搭上来 结果呢 程老说是 算了 简单一点 你呢 先继承 最简单一个动作 你去把古人 从有文字记载到现在 是怎么治疗糖尿病的 用针灸 历朝历代 用了哪些穴位 这些穴位是在什么情况 来使用 哪些穴位好 哪些穴位被淘汰掉了 你过细细捋一遍 就这样子呢 我在图书馆 半年时间 我很好奇啊 您说您当时在这个 图书馆里待了半年的时间 从有文字记载开始 就在看针灸 尤其是关于糖尿病的一些穴位 您还记得您读过多少本书吗 大概 四五十本 最少了 整个我们系统 履完变以后呢 我们古人用于糖尿病的穴位 一共有六十五个 六十几个穴位 一千八百年前 有一本书 要针灸加一经 它那上面呢 就记载了六个穴位 六个穴位呢 但是呢 我们现在经过我们后来的研究论证 一系列的一些实验呢 我们呢 肯定了两个穴位 两个穴位 这两个穴位呢 就是也是陈老经常用的穴位 但是从来没有一次说 这两个穴位 知道糖尿病好 你去扎去 没有告诉我 都是和他这种互动过程中 慢慢慢慢误出来 后来一看 陈老也用这两个穴位 是这么一个过程 那么这两个穴位是什么呢 一个就是在脚上的燃骨穴 另外一个呢 就是在腿这个地方 大家很熟悉 就是足三里 燃骨是在哪里 你刚才说 燃骨呢 就是在这个脚的这个内侧 我们有一个属于叫做 齿白肉计 就是它两个上下 脚接的这个部位 然后呢 你顺着这个两侧呢 就往上推 推到大概推到一个 碰上一个骨头 比较这个能感觉到 那么呢 这个穴位呢 就是在这个骨头的下方的地方 很好找 大概就是在这个地方 这个穴位 怎么找的时候 有一个小技巧 有巧玩 对 找到你的内怀 内怀我们很容易都找得到 内怀可以找到 对 内怀是最高的这个位置嘛 然后从这个内怀 最高位置往下 这不就 内怀下方不是有凹陷吗 然后再往前 画一个L型 往下 再往前 这时候你会在你的足的内侧 基本是整个足的中间 偏后一点的位置 可以摸到一个非常明显的 圆形的凸起的骨头 这所有人都有 都非常明显 大家可以现场 就可以找一找 画一个L型 从内怀往下 再往前一点 这儿有一个圆形的骨头 就在这个圆形骨头的下方 凹陷里面 就叫做燃骨 这里就是燃骨 而且这个骨很形象 对 深骨的骨 在这个凹陷的一点点的 下面这个地方 就可以揉得到 大家可以自己 如果在看节目的时候 有这个条件 可以找找看燃骨学 另外一个就是足三里 对 足三里大家一定很熟悉了 在你的这个 七关节的外侧呢 你能够摸到一个凹陷 陷下去的一个地方 摸到了没有 摸到了 好 叫做 也是个学位 叫做吸眼线 那么这个线呢 然后往下 足三里现在下的 那么下到什么程度呢 那么用你的这个四指 比较一下子 一比以后呢 小摸指呢 这个 再画一条线 那么 足三里呢 是在这个水平线上 那么在这水平线上 什么地方呢 它纵向呢 还有一个点的定位 我们坐标嘛 然后呢 用你的拇指呢 再从这个足 膝盖下面 有一块颈骨 颈骨肌这个地方呢 你能摸到 然后呢 挨着这个呢 用拇指呢 这么再量一下子 哎 程博士再比一下 因为可能王老师 那个手不太方便 来 再讲一遍 大概是这样 四指 对 比完了以后 在这个位置 这是外侧吸眼 外侧吸眼下四指 然后旁开 颈骨的外侧边缘 一指宽 这个夹角处 这就是足三里 好 找到了足三里 还有染骨之后 我们应该做一些 什么样的按摩手法 能够帮我们 刺激一下学位呢 其实点揉法就可以了 点揉 对 手可以支力度 你知道吗 这个力度怎么做呢 比如说如果是 染骨穴的话 染骨 我们点这个 染骨穴在这个位置 那么就用拇指 把它 拇指 立起来 指尖立起来 放到这个 粗粗的这个 骨头的下方 这样去点 往下点 酸了 然后在原地揉 原地揉 这是点揉法 但是要坚持的时间长 因为针灸的刺激 一般来讲 我们都会 刺激以后 留针 10到15分钟 或者15到20分钟 这个时间 所以你要点揉的话 一天呢 你可以多做几次 每次的话 至少要3到5分钟 然后足三里穴也是一样 我们找到这个穴位 找到以后 用自己 同侧的手 同侧 对 你要对侧就不好弄 同侧的手 拇指 四指放到你的腿肚 然后拇指放到前面 也是一样 你看我的手指 拇指都是立起来的 只有立起来 才是垂直向下用力 先向下用力 点 这一点到 点准了这个穴位 它有一个往下 放射的感觉 然后有这种感觉 说明你找准这个穴位了 再去原地 去揉 这就是点揉法 叫先点后揉 先点后揉 有点酸的时候 咱们松开揉一揉 对 你如果觉得这太疼了 你就这样 用拇指的指斧 放在这 自己揉一揉 对 自己不能太狠 大家一定要下手 一个一定要准 但是要根据自己的情况 来这个控制力度 还有一个很好的方法 就是说 我们可以用这个 也是同侧的 用这个微握拳 大拇指 也一微躯 微躯以后 这个就显现出来了 就是这个动作 也是很省力 很省力这么揉 因为我们说 要有刺激量 这刺激量 就是一个 就是你要经常来做 再一个 你每次做的时候 都要有感觉 否则的话 这效果不会太好 我看现场 大家都已经开始 摸了半天了 都找到没有 找到了吧 找到了 其实这两个学位 还是比较常见的 而且尤其是足三里 用处非常多 而且这两个学位 跟刚才咱们的 匹书肾书 其实异曲同工 在前面 你看那个 燃骨是什么 是肾经的学位 对 这个足三里 咱们都知道 是胃经的学位 所以一个 还是在 匹配 我们都称为 叫先天之 后天之本 甚谁先天之本 所以一个 还是在先天 一个在后天 还是成老那句话 本以先后天 本以先后天 这就是我们的 成老先生 给我们留下来的 很多很多的 精髓的东西 需要我们 一而再再而三 的加强记忆 王洪才提示 点柔刺激染骨学 语足三里 可以治疗糖尿病 王老师一定是 从成老那儿 学到了很多 很多很多 而且今天 还带了一个宝贝 来到我们的现场 要给我们看一看 是要给程博士 也看一看 对不对 来来来 把宝贝上来 没看过的东西 见过吧 程博士没见过吧 谁知道他 那么多宝贝呢 宝贝太多了 来这 大家看这报纸 就有年头了 上面还写着 开拓者 泛黄的报纸 连您这自己打开 我都不敢碰 我对恒老 仰慕非常久 但是呢 我拜成了为师以后呢 我没想到 一个这么高高在上 一个大院士 亲自我说虎 给我写了一个虎字 激励我 这个是当时 什么情况下给您的 哇 字真漂亮 你没给表起来 我都 没舍呢 没舍呢 我害怕表坏了 这个我挂在那边 它有氧化 我还是给它放 大家能收起来 能看到吗 观众问什么字 这字念虎 虎 老虎的虎 来 给这边观众 我们也看一下 转一下就能看到 大家看见了吗 我觉得应该 把我们的掌声 送给老先生的这个字 太漂亮了 你看你数虎 数得比较好 老爷子给你写了个虎字 你看不能给我写 我数猪嘛 有个很有意思的事情 我当时那个 博士考完以后 一注册完以后呢 我第二天 进去的那个真实里了 我八点钟 我准时到真实里去了 我一去以后 看陈老已经忙活开了 扎针了 八点钟您去 陈老已经在 对 扎针了 我就想 哎呀 有点不好意思了 一下子怎么迟到吗 学生来晚了 来晚了 我第二天呢 我说 再早点 七点半 我七点半 去了以后呢 陈老还是在忙活 我第三天呢 我说我干脆 我七点钟去 第四天您住在那了 结果呢 我第三天 我真的是 我七点钟去的时候呢 那人比 你八点的时候还多 所以后来我就说 哎 陈老 我说您几点上班啊 陈老说我每天六点上班了 六点上班 六点上班了 后来我就问我说 陈老 为什么呢 他说两个原因 第一就是为了这些患者 能够不影响工作 他们要想治疗 他们同样还想挣工资 还要上班 为了给他们提供方便 是说怕大家为了去看病 影响工作 对 就在上班之前 提前开诊两到三个小时 接待病人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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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个原因呢 就是陈老过去是被下放过 不让他扎针 很多年 这个完了以后 七十年代中期 这个弱势政策回来以后呢 陈老呢 就是为了把他过去失去的时间 能够补回来 给自己定了一个规矩 就是要比别人工作多 要早上班 晚下班 这两个原因 所以我当时那个阶段 跟陈老的早期 是相当艰苦的 早上从六点到十二点多 六个多小时 那是不停地跑 砸针起 这些血病那样 到了中国的时候 我的腿都打哆嗦 陈老的一点事都没有 功夫 那个时候陈老师年纪是 七十多岁了 陈老师做这个动作 不是这么几年时间 从七十年代末 一直坚持到 2003年 你说说这个 谁能做到 北京市如果这么早 上班的院士 恐怕没有 我一直都觉得 很多时候都在想说 每天早晨起来 在天还没有亮的时候 上班的人是最辛苦的 但是大家可能 很难能够想象说 一位老人 七十多岁的时候 在那之后 还要拄着拐杖 每天早晨提前 在所有人上班之前 两三个小时 就到诊室去接待病人 他为的是 大家不耽误工作 我相信 陈老先生可以在 电视屏幕前 听到我们的掌声 谢谢 那其实我还听说 这个糖尿病的病人 有一种饥饿感 他会随时随地 觉得很饿 想要补充能量 但是多骨就容易 得这样的病 所以有没有什么穴位 可以控制糖尿病人 觉得会饥饿的这件事呢 今天教给大家一个方法 还是在脚上 还是胃经上的一个穴位 就是在这个脚膜质第二和第三的脚膜质的结合这个部位 分析的这么 这个部位 然后呢 有一个穴叫做内停穴 内停穴 就是如果你有那些症状的话 你就经常来刺激这个穴位 大家看就脚趾的 二三脚趾中间的那个缝的顶端的位置 有一个穴位叫内停穴 是说按压这儿可以减缓这个饥饿感 对 也可以就是说 我们说这个中医讲饥饿感 就是因为胃火太旺 胃火太旺 那这个属胃经的一个穴位 那么这个穴位呢 就是经常按压呢 通过他的卸他的胃火 来达到缓解饥饿感 也可以控制你的饮食 卸胃火 控制饥饿感 调节饮食 看来这个穴位是一个 多功能型的穴位 如果说我们平时的时候 如果觉得稍微有点饿了 又想控制体重 我是不是可以到洗手间 把袜子脱了 按一按内停穴 对 这个内停啊 咱们大家不是记这个穴位 说它可以治疗这种饥饿感 控制食欲 那么这个穴位 从它的名字上 我就能记得住 内停内停 内就是入的意思 往里入的意思 停呢 就是我们的这个 到你正这个卧房之前的 那个庭院 也就是说 我们整个的香花道 入口的地方 叫停 所以你想 这个位置 管的是我们饮食进来的 那个位置的病 所以你想饮食进来在哪 在嘴 所以脚上的这个穴位 就管我们嘴上的病 就是你吃东西 比如觉得太想吃了 食欲太旺盛了 或者是有这种口气很重 胃火很盛 包括那个口齿的这种 牙齿疼痛 红肿疼痛 都可以用这个内停 它是治疗这种 胃火制热 引起的这样的消化道 入口这个位置的病症 入口的病症 那是不是比如说 有一些人因为胃火很旺盛 他容易口舌生疮 这个内停穴会有作用 对 也是 可以用这个内停这个穴位 口舌肺痒也可以 也是可以的 如果是因为胃火制胜 而引起的口舌生疮 这时候都可以用内停穴 掐按内停 大家注意这个手法叫掐法 就不是揉法 掐法不是点揉了 对 因为这个穴位 它正好是在 二三指的指缝的纹端 你看正好是在 我们脚趾缝那个地方 那个地方你想揉的时候 受力的面很大了 所以必须要把手指立起来 用指甲去掐 而且掐这个动作 受力的点很小 刺激强度很大 所以它是一个卸的方法 掐 就是你怎么掐人 你会掐人吗 很少掐 那你回去今天试试 掐这个穴位的时候 还有一招 就是你看对应着 二三指的纹端 在上面这是内停 翻过来 脚心 在这儿 在脚的掌面 二三指的纹端 对应的位置 这叫做里内停 里内停 对 所以掐的时候是这样的 拇指立起来 食指也立起来 指甲 掐住这里外两个内停穴 用力这么掐 这个刺激感就特别强 而且是刺激了两个穴位 这个里内停是一个经外齐穴 它的作用和内停穴 其实是一样的 所以两穴对掐 这个作用是加倍的 但是我有一个问题 我估计也是很多病人的问题 糖尿病是不是可以根治的疾病 这个问题要看你的 你在什么阶段来治 我们说糖尿病要早期治疗 越早效果越好 如果是说你在糖尿病的前期 我们就是医学上有一个名词 叫做糖调节受损这个阶段来治的话 那么是有可能的 可能在座的话 有可能就有人就属于这个阶段 为什么呢 症状很不明显 但是发病云量又非常高 高到什么程度呢 我们说我们有一亿糖尿病人 我们国家呢 糖调节受损的呢 有1.5个亿 有一个病人呢 小腿上长了一个瘤 那么按这个瘤的方式去治 然后查 检测 什么都是正常的 看这个骨科也都是正常的 怎么也找不到它的原因 结果到北京看的时候 这个专家跟他说的第一句话 他说 你查血糖了吗 没查血糖啊 你去赶快查血糖去吧 结果一查血糖 血糖高的不行 结果这个瘤呢 看起来像是一个骨科的一个病 其实是因为 实际上是糖尿病的一个并发症 就他血糖高已经很长时间了 那么引起这样一个问题 最后这个病人 你猜什么结果啊 就没有办法 就截肢了 因为糖尿病的关系 没有及早地发现 然后截肢了 对 所以你想这是一个极端的例子 也就告诉我们一个道理 就是在我们现在看病的时候 有一些症状可能不是那么典型 但是我们首先 也要考虑他的血糖的问题 看看他是不是 糖耐量受损的阶段 糖耐量受损 也就是糖尿病前期的一个名称 那么到底 在这个糖尿病的前期 我们的身体会给我们什么样的信号呢 我们来看一下大屏幕 在大屏幕上呢 我们给大家总结了几个症状 这几个症状当中呢 有一个不是糖尿病的前期征兆 请大家拿出您手中的选择器 我们来进入今天的观众互动 您觉得以上六个症状 哪一个不属于糖尿病前期的征兆呢 请大家选择出您认为的这个相应的数字标号 然后按确定键 我们来看一下现场的观众 都是怎么看这个问题的 大家都选好的话 我们就来看一下结果 好 现在看选哪个的都有 一 二 三都是13.3% 第四个选项是10% 第五个选项是35% 最后一个是15%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 第五个应该是不明原因的习惯性流产 大家都觉得是这个不是前期征兆 好 第五个不明原因的习惯性流产 大家投票最多 一 二 三分别是占13.3% 40% 最后一个还有一个 百分之十几的一个比例 二位告诉一下我们正确答案吧 到底哪一个不是糖尿病前期的征兆呢 今天大家没白来 答错了 全都错了吗 没有全都错 有一个很集中的错误 不明原因的习惯性流产 如果习惯性流产 找不出原因 就要怀疑糖尿病 所以这六个答案实际上就是特异性比较强的 实际上是头晕 剩下那些的话 就是说你只要高度重视 当然糖尿病到了一定阶段 它也会引起头晕 但是作为早期来讲的话 这六个比例前五个 都是它的一个早期的一些信号 不知道电视机前的您答对没有 一 二 三 四 五都属于糖尿病前期的症状 六呢 严格意义上来说呢 它可能不算是前期特别明显的征兆 也就是说这里面其实我们最应该选择的是第六个 正确答案是六 不是糖尿病前期的征兆 专家提示 如出现糖尿病早期主要症状 应立刻检查 早发现 早治疗 一般来讲呢 过去我们讲这个四十岁 四十五岁以上你要高度注意 那么现在的糖尿病的发病 要有年轻化趋势 所以一般来讲四十岁以上 你就应该从年龄上来讲 你就要关注你的糖尿病的问题 另外来讲 是不是家族病史有一定的影响呢 对 糖尿病的家族病史 它的遗传还是比较明显的 特别是一些二型 另外除了年龄和它的家族史以外 生活方式这个习惯 它也会带来很多高发人群的 这么一个表现 你比如是不爱运动 生活饮食不规律 吃的是随便吃 特别是过时 尤其是三白食品 就是金加工的食品 白米 白面 像这些金加工的东西 它口感都特别好 人们都爱吃 一吃就多 多了以后就是那个蛋子多骨而病 另外还有就是说压力问题 情绪问题 就是我们刚才讲的那个饭针的故事 就是你这个脾气不好 你经常爱发火 这些也是属于我们这个容易患糖尿病的一个因素 那么另外对于产妇来讲 就是说你生产过这个比较大的胎儿 像四公斤以上 那么据统计就是说 这一类的产妇到了中年以后 容易得糖尿病 或者说你得糖尿病的风险就比一般人要高一点 还有一种胚胎期 或者是在一岁以前 你这个阶段来 就是说你营养跟不上 营养不良的 这一类人到了中老年 也容易诱发糖尿病 也容易得 你像我们国家现在是50岁左右是高发吧 那么50岁左右的人呢 实际上我们回过去了 实际上刚好是赶上我们那个 他小时候来是困难事情 我想问一下二位 这八项里面占一半的 是不是要特别注意啊 其实有时候一项也会得 一项也会得 就是说一项呢你也要注意 就是说这里头八项来 你的这个你占得越多 你的风险系数就越大 这么个概念 专家提示糖尿病高发人群 应多运动 注意饮食调节情绪 比如说糖尿病人 是应该可以通过饮食方面 有很大的改善 那王教授给我们介绍一个吧 什么东西对糖尿病人最有帮助呢 今天我给大家推荐一味中药 也是一味食物 非常好找生活当中 叫胡林 比如苏东坡 苏东坡他年轻时候呢 就是身体不是那么太好 很虚弱 但是到了这个中年以后呢 反倒好了 这里头奥秘呢 还是胡林起的作用 他也吃胡林 对对对 还有我们熟悉的慈禧太后 慈禧太后呢 那么她的膳食里头呢 胡林也是占了大量的 起了大量的作用 那么有个统计 就是慈禧的一种保健的膳食里头呢 涉及的中药的呢 有64位 但是胡林呢 这位呢 使用率频率最高 他达到了78% 这位中药他有个特点 他既可以补 也可以泄 他补什么地方呢 补皮 皮去须 补皮的 我们刚才讲那个 我们陈老治糖尿病 一个关键的账 就是皮须 皮 那么呢 胡林这个 这位药呢 可以很好地补它的脾气 另外呢 这个胡林呢 它有泄的作用 泄什么呢 它泄人体里的湿气 大家都知道 这个湿气呢 现在人特别多 特别又吃完油腻了 或者不运动了 体内很容易产生这个湿气 那么胡林呢 可以来泄它的湿气 那饮食方面 胡林跟什么搭配比较好呢 其实胡林可以跟很多的那个食物 来做粥啊 做菜啊 做汤啊 都可以 那么入药也可以 入食物其实也可以 那现在我们有一个研究表明啊 就是扇鱼 扇鱼呢 它里面含有一些这种 类这个胰岛素的成分 所以有这个酱糖的作用 所以今天我们就介绍这个方子 咱们把这个胡林和扇鱼放在一块 做成一个菜 给大家尝一尝 那么究竟这个胡林和扇鱼 会烹调出怎么样的健康好味道呢 现在呢 请大家跟随我们的赵老师 还有依林 进入今天的养生厨房 赵老师 刚才两位专家呢 给咱们推荐了 胡林和扇鱼 您说这道养生菜怎么做 才能特别好吃 还有营养 我专门啊 为这个扇鱼啊 做了一道菜 叫做金龙细猪 这名字真够好听啊 这是您准备好的这个扇鱼 对对对对 上面黏糊糊的 这个黏也怎么去除 可以用这个碱和盐 洗一洗揉一揉就可以了 咱们一般在家 是不是切成段就行了 这个切段切丝都可以 我看您这个洗完了之后 还是粘液挺大的 是 这个黄鳝呢 跟其他鱼不一样 你洗呢 它还是要有一些个粘液 但是切的时候 这时候就有个小窍门了 如果我们要现在这样呢 去切的话 假如说也没去考虑那么多 拿起来就切 你看 它就很滑 这容易切到手 对呀 如果说我们这个翻个个 用这边做这个底面 它就很好了 是不是 对没错 所以说有的时候 这个小窍门自己也能想得出来 这黄鳝呢 其实在人体当中啊 这个是 非常有营养的 比其他的鱼呢 要营养要大 尤其它这个含铁啊 含那些个钙银纸呢 它是比其他鱼都多 然后这个人脑啊 我知道 远铃鸡嘛 实际任何鱼都是补脑的 但是它呢 就比其他鱼呢 要补脑的功效又好一些 对 它可能含这个远铃鸡的含量 更高一些 对 要不我们中医专家 怎么推荐我们做这个黄鳝呢 怎么不介绍其他的鱼呢 赵老师 咱不能光准备这鱼啊 这还有茯苓呢 您这个泡好的 这之前是要提前多长时间泡 这个呢 实际要 你要是自己也有计划的 吃这个茯苓的东西 菜品的时候呢 实际头一天就给它泡上 泡的时间越长越好 这个没有具体的时间 用热水泡吗 用热温水 泡完之后还要煮吗 最后用的时候再煮一下 咱们去先给它呢 腌制一下 首先呢 我们拿一块葱 哦 放点葱 好 再放点姜片 对 然后呢 我们这时候放料酒 醋 这是醋 鲜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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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再鲜汁料酒 如果你为了让它去腥呢 料酒就多割一点也可以 没有关系 好 咱们给拌一下 咱们腌制的时候呢 这时候我们就 可以起锅了 起锅 还有有呢 一个是呢 让它给这个鱼呢定型 它有鱼皮啊什么的定型 第二个呢 做八分熟 鲜鱼呢 如果要是 这个不熟的吃的话 容易造成腐泻 油已经热了 热了 咱们开始滑 这个给您 这个咱们要滑到什么程度啊 它打卷 然后颜色发白 就可以了 鲜鱼呢 挑那个月肥 肚子大一点的 肚子大一点的 金黄色 金黄色 要我们这个名字 就没提这点 我怎么起名叫金龙呢 起锅 就让有意识 让大家知道 这个黄扇呢 是金色的 金黄色的 已经打卷变白了 是不是可以出锅了 这就可以了 留一点底油 好 这时候油热了以后 把葱 姜 蒜片 进去煸炒 好 烤出香气之后 我们这时候就可以把它 可以下黄扇了 下黄扇 好 这时候我们加料酒 加一勺料酒 这时候还要加料酒 对 然后加醋 这时候就可以把茯苓水 倒进去了 茯苓水 您看好了 我们只取茯苓的水 对 是吧 茯苓的水倒进去 它的药效已经融入到 这个菜当中了 对 烧一会儿 烧到时钟的时候呢 这时候我们可以加盐 然后再加一点胡椒 我们在锅里让它炖一会儿 用大火 把这个茯苓这个汁啊 充分地靠到这个黄扇里边去 把汁收得几乎都快没有了 这个茯苓的水都收进去了 我们这时候这个茯苓就算烧好了 这时候呢 我估计这个汁快收好了 我们在最后呢 加一点点的鸡粉 鸡精都可以 这个汁 已经收干净了 快收干了 把这个茯苓和扇鱼完美地结合进来 完美地结合进来 这个呢 扇鱼我们就烧好了 金龙细猪做好了 我可以这样理解吗 这个金龙是这个黄扇 细猪呢 咱们就细的是这个茯苓 这么好吃的菜 你得试试啊 而且啊 我们这里的养生价值不打折扣 金龙细猪主要食材 扇鱼500克 茯苓30克 把扇鱼用盐水或碱水洗净 切段 腌制待用 茯苓提前泡水或煮水 扇鱼过油定型 打卷变白即可出锅 葱姜爆锅 加入扇鱼煸炒 加入料酒 醋 茯苓水 盐 鸡精 收汁出锅